在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失业高起之际 百度推出无人驾驶计程车萝卜快跑 以低廉的折扣价抢占市场 加剧了百万计程车司机的失业焦虑 亲爱的百度总裁李先生 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留口饭吃 对公司最近推出的萝卜快跑的网约车 引起了广大的争议 截止目前萝卜快跑累计订单超过600万单 这是从多少需要养家糊口的司机 嘴里抢食吃呢 我想请教一下百度总裁先生 您为什么要抢司机的饭碗呢 贵公司据说开始全国布局了 这位博主还表示 这是要砸700万网约车司机的饭碗呢 我们14亿人口大国 难道缺网约车司机吗 现在您有优惠价 垄断市场之后 您敢保证会不会涨价呢 您为什么不想考虑 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 却让更多的劳动者下岗呢 那么被淘汰下来的人将来何去何从 萝卜快跑极有可能是国家下的一盘大气 要不怎么会对萝卜快跑一路绿灯 萝卜快跑在武汉试点成功过后 又以极快的速度开通了12个城市的试点 我们为什么要以如此快的速度 推行无人驾驶出租车 近期有关百度旗下的萝卜快跑无人驾驶车的新闻 不断登上微博热搜榜 其与公交 地铁的一样低廉的折扣架 吸引着大量乘客 目前中国经济持续下滑 失业率居高不下 很多司机靠开网约车和出租车养家糊口 而萝卜快跑的出现 加剧了司机们的失业焦虑 担心萝卜快跑抢了他们的饭碗 据大陆媒体报道 自五月份开始 萝卜快跑出租车开启大规模投放 仅在武汉就有一千辆 打无人车 逛大武汉被称已成为武汉独特的一道警官 乘客可以通过手机APP在线轿轿 车子达到后输入手机号后 四位车门自动解锁 在后排落座的乘客 点击屏幕上的开启行程后 车子会自动驾驶朝着目的地出发 无人快递 无人汽车 无人外卖 无人办公啊 以后会不会出现无人城市呢 科技的发展 那是为了让人类越来越好 而不是把人类卷到失业 卷到没有收入 如果是这样 科技不进步也罢 是不是到最后 轮为给这些机器人服务啊 近两年来 大学生都找不到工作 网约车司机人数暴增 据中国网约车监管讯息 交互平台统计 各地发放的网约车驾驶员证 从2020年10月的254.5万 暴增至今年4月的540.6万 增幅达112.4% 近日 武汉计程车业者发布公开信说 传统计程车已到死亡边缘 计程车的生意本就因网约车发达受到挤压 如今又出现无人驾驶计程车 令许多计程车业者都经营不下去了 公开信表示 科技垄断资源 抢夺普通人饭碗 许多司机养家糊口困难 被迫退出这个行业 也有计程车司机向路媒财联社投诉 萝卜快跑 投放量多的地方 我们几乎接不到客人了 还有多位网约车和计程车司机表示 在萝卜快跑投放后 日订单量和营收都有所减少 跑十小时的营收 从之前的四百元变成三百元 甚至二百元 社会真的很矛盾 一边鼓励大家生三胎 一边又在搞无人化 搞AI 用科技缩减劳动者的生存空间 像无人驾驶 无人商店 无人工厂 无人餐厅 等等等等 是越来越普及了 你说你都不需要人去工作了 那大家生出来的人都去干什么呢 难道去要饭吗 7月14日 大陆民众赵先生告诉大纪元 这是中国共惯用的一种套路 他想进入一个行业的时候 首先给一个行业大量的补贴 这个企业有相当大的竞争力以后 把其他同行全都给击垮了 然后他就垄断了这个行业 然后再网上加价 有武汉出租车司机表示 把百姓的饭碗都给抢了 搞得都没法活了 为什么现在有人住 因为他现在他推广 第一次不要钱 后面的 后面的你再做 他个优惠券放得特别大 他做一次 原价蛮贵 你知道吗 他吃优惠券 等到真正的把我们都淘汰了 等到他垄断的时候 那贵得很 大陆民众刘女士告诉大纪元 现在大批量大学生失业 为了生存 他们送快递和开网约车 跑滴滴拉活 但是萝卜快跑出来之后 挺多网约车司机已经拉不到活了 又形同失业了 他披露 网约车刚上市的时候 也是用这种手法抢债市场 他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 跟公交车的价格一样便宜 一块钱 几毛钱 甚至可以免费搭车 这种情况持续挺长时间 后来他把所有的小的出租车公司 都给吞并 他就开始慢慢网上调价 调到三块多 你也能接受 正常招手停 出租车是八块钱 刘女士说 然后网约车又调五块多 你也能接受 因为他还是比八块多便宜 在后来他调到六块多 七块多 在后来他成功抢占市场后 就涨到八块多 九块多 这时候我们想在马路上叫招手停 发现半天都叫不到一辆车 因搭车渠道已经被滴滴垄断了 他的价钱再贵 老百姓还是得用 现在萝卜快跑刚出来 他肯定特别便宜一点 因为他需要用这种方式抢占市场 赵先生表示 现在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那块都不好做 工作太难找 我就觉得整个人的生存环境 工作环境 现在就等于被中共给破坏殆尽 想求生太难了 萝卜快跑正式入住广州 7月12号在黄埔市运行 10公里只需5元1号6 我听到这个事突然间好心酸 大黄境这么差 各行各月都赚不到钱 受苦的最终又没老百姓 萝卜快跑也进入了广州 据广州新闻电台报道 有广州乘客反映 目前官方补贴 车费非常便宜 从星月门口的公交站到 罗港万达才4块 综合起来约5毛钱一公里 比自己开车还便宜 目前 萝卜快跑已在北京 武汉 重庆 深圳 上海等地 开展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测试 萝卜快跑也有许多诟病的缺点 包括速度慢 在马路中间罢工突然停下 在街头与行人相撞 造成交通堵塞等 因此被民众讥讽为傻萝卜 萝卜扫了 傻萝卜真的 这个本来就堵 卡到这里卡着了 这两路都被堵死了 视频显示 一打车人搭乘萝卜快跑体验 急得要吐血 怪不得武汉人喊这玩意儿叫傻萝卜 网友称为了打车 跑了一站路 武汉话少代表傻的意思 我叫那个无人驾驶的那个 萝卜快跑 我是在对面要上车 他告诉我对面停不了 他也带我这里来停 我现在闹了一大圈 走到这里来 等萝卜快跑 视频显示 两辆萝卜快跑在武汉街上 狭路相逢 互不相让 结果都动弹不得 一段拍摄于武汉的视频显示 两辆轿车并排挤在一起 停在路边 疑似发生车祸 交警已经到场 其中一辆车疑似当地的蓝色出租车 另一辆白色轿车被大部遮盖 已经看不到车身的标志 但据视频拍摄者介绍 被遮盖的是一辆萝卜快跑 无人驾驶出租车 视频中 疑似蓝色出租车的司机 正在向交警解释 指控萝卜快跑不守规矩 视频拍摄者也斥责 这完全是瞎搞吗 网民怀疑 这可能又是中共官方力挺的 所谓高科技 目前大陆经济不断衰退 就业困难 而网约车行业 是大陆重要的就业蓄水池之一 中共官方支持萝卜快跑 被指加剧就业压力 制造社会矛盾 萝卜快跑近期频频登上 中国社交平台热搜 有关安全 费用 抢司机饭碗等问题 不断引发网友讨论